在这节要讲的是第二节的这个snale snale就是这个蝸牛 这个蝸牛就是每天上升A公尺 隔一天又下降了B公尺 到底要经过多少天 它才能够达到这H的高度呢? 像这个例子 第一个数字是总高度10 往上3 然后下降2 经过8天 这里20的话是 上升7下降3 经过5天 这个问题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是怎么解的呢? 那这个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个5怎么来的呢? 其实对于蝸牛问题 我们就会先把这个最后一天的爬升 先把它扣掉 20先扣掉7 假设最后一天 它一口气就爬到了 那剩下还有13公尺要爬 可是这13公尺里面呢 它就是会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上升下降就差4 所以删除掉4是3点多 所以还需要4天 加上一开始的爬了1天 这样得到5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东西写成这个程序 那一开始就先把这数字先读进来 n是天数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 n设定成的天数 接着呢再来设定两个变数 一个是up上升 一个是down下降 好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呢 用程序把它输出 用程序输出就是说 刚刚先减掉这个up 好减完这个up之后呢 再除以多少呢 除以u-d 就是上减下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要无条件进位 好那无条件进位 就improve math 所以这里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math.sale 好让它无条件进位 进位完之后呢 还要加上第一天这个1 对 所以这边的话 10减掉3 剩下这个7 那7呢 7再扣掉这个1 7再除以1 然后再加上1 的确是8 好接下来 我们来setmcheck 检查一下其他的答案 每一体都通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标准解法 这标准解法呢 跟我们写的也是一样 h-a除掉a-b 这时候再无条件进位 这标准的写法呢 其实跟我们刚刚的写法 是一样的 那差别就是 它这边是用 bronmath.sale 在这里就可以直接用sale 如果我们只是 improve math 那用math.sale 才能够达成 所以在这节 我们要学会的 就是把我们以前 熟悉的数学运算 用程式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